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安 很多人都喜欢吃香蕉 香蕉不仅价格便宜还好吃 不过我们买回来的香蕉 没放两天呢就容易变黑和坏掉 今天小编分享一个保存香蕉的好办法 这样保存呢一星期都不会坏掉 赶紧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买回来的香蕉要注意以下三点 1.不要把香蕉放进冰箱 香蕉生长于热带地区 没有抗冻能力 如果生香蕉放进冰箱后就很难成熟了 要是成熟的香蕉 放进冰箱保存会使外皮变黑 影响口感 所以不建议放冰箱 2.储存香蕉 首先我们需要清洗下香蕉 因为很多香蕉都是经过催熟的 表皮会有催熟剂的残留 如果不冲洗掉 就会加快香蕉变熟变黑 抽携后我们用纸巾 把香蕉表皮擦干 一定要擦干 不要留一点水分 再准备一张吸箔纸 用吸箔纸呢 把香蕉顶部位置 包裹起来 因为香蕉自身会释放大量乙烯气体 包裹顶部会使很大程度减少乙烯的释放 这样会减缓香蕉成熟速度 3.香蕉非常怕挤压 我们可以把香蕉倒过来放 可以减少受压面积 避免香蕉磕碰 从而延长它的存放时间 这三点你记住了吗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抱紧香蕉的好办法 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呢 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 也可以关注我 观看更多生活妙招 我们下期再见